火山鹽 金燈花 好吃 不好吃 好吃 火山鹽 金燈花 大家有四分地 除了火山鹽之外 還有四個樹林的地主 在差不多兩年多前 開始幾月 我們看到台東六十蛋山 四顆山 金燈花非常漂亮 但是呢 其實我們的中部地區 西部 要去那裡 路途非常搖軟 在這裡 咖哩那裡 很多搭車 我們這裡 其實我們的地質 氣候 很適合在平地競爭 我們這平地競爭 跟花蓮 台東 他們是高山競爭 八九月不一樣 我們這是四五月 在母親節前夕 所有人說有母親發支撐 在母親節前夕開放 開發 而且這是台東七號 它屬於是比較新的品種 它的花朵非常的金黃 顯眼 亮麗 但是盤子力比較不好 再來就是保健病性比較差 照顧 其實照顧是一個最大的工廳 金燈花 他們這麼久 他們這麼長 要在定期口罩 要照顧一下 其實一年燙廳一直照顧 才能開出這麼美麗的花朵 很多季工 包括這些阿基 他們都在這裡 每天這裡有花 每天在這裡做得非常暗 所以 特別有這麼多人在這裡 每天在付出 今天這裡有這麼多美麗花 給大家看 我想說 今天最近來自國地 尤其是非常多人 可以說 我們這裡要開車 開車 所以可以造成盛況 我相信我們會把這裡 顧好 因為他一直增生 每年的花朵會越來越漂亮 一年比一年越漂亮 方向我們全國的朋友 可以來好搜尋 包括我們的主委 主委和所有委員 所有的季工 都很高興 大家來我們花朵好搜尋 來參拜我們的觀音輔助 來這裡運動 健康 來看美麗花花 我們有很多餐廳 都很高興 大概差不多五分左右啦 五分 政府三萬人 台東七號的 算我們是比較新的品頌 新的品頌 棗花品種 因為我們這裡比大比不贏人 但是我們是青菜 我們可以說是台灣第一菜 火期有... 沒辦法一直持續 因為你現在火比較多的地方 有時候你兩天來那裡不去 變百分開 一直到七八月 都一半多了 但是算開始就是五月 沒有吃過這種的 不要說吃過什麼緊張多好吃 這是應該是最早最好吃的品頌 很多人因為說 開過火就不吃 那是錯誤 因為我們現在廟方用來吃的 都是長開的 我們長的寶貝今天 讓油客來使用 歡迎各位來到虎山岩金針花季 我們虎山岩的金針花呢 最佳的觀賞時間點呢 是在早上的五點 早上五點呢 天氣非常的涼爽 然後天空很藍 金針花金黃色黃澄澄的一片 拍起照片來呢 會更漂亮 那您到虎山岩來欣賞金針花的同時呢 提醒您一定要做好 防曬跟防蚊的措施 那最好是穿上薄長袖的衣服 或者是帶袖套 一定要穿長褲 穿襪子 皮膚有露出來的地方呢 都有可能會被小黑蚊所攻擊到 那萬一不小心 還是說你可以提早到我們的服務處那邊 噴掃我們管理委員會為大家免費準備的防蚊印 那請大家珍惜資源 再一次的歡迎大家來虎山岩觀賞金針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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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